台北军的特技中心因为都在生活 很少跟人出发来活动 华山基金国谈到和部中心的规定 为了来几位一条秋天的路径 与年观二十八公斤 大约是两百七十个月的中心 走过来到北港路由 对阿嬷说到第一次来到北港 已经是十几年前了 想不到也有机会 能出门来出门 让她感到很高兴 很多阿公阿嬷很久都没坐到油栏车 一只起立花谢心情都表现出来了 今天带了大概快四百位的义工 跟我们的长辈一起出来交友 因为很多我们的长辈就是独居嘛 那其实很少有机会可以外出 那还有一些长辈是长期 就是行动不太方便的 需要轮椅 那借由这个活动我们寻找义工 可以带他们出来走走之外 还可以有义工帮他们协助他们 心动 很高兴 高兴 每天来也买 总共到台湾车 载到中金四百位的独居中价到二天 华三去金贵 特别带他们出来北港出头 第一次来到登记帮助中价 变当英雄的独居 下行拜拜 我们 我们 当年我们比这些 点心 凉水了 来做一个职台 新欢迎 我们这些乡亲事大 来到北港部这种 求一个平安 我们也会带着我们长辈到北港村去做手工DIY的部分 那很感谢这一次那个刘建国有赞助我们草岭的游览车 还有那个行政院营嘉南中心的执行长也有赞助我们这一次的便当费 还有我们芒果咖啡也提供我们早上的餐点 我们要再来 要再来 如果参观最大金的贼心廟 阿公阿嬷也来到北港的生活迫不贯 贯风特别一版道车人家的红湿 软车中价 还要车老师来跟他们做自己的DIY作品 这次的华当是华山基金会每一年的规模理由 也借到很多人的到三天 才能顺利带阿公阿嬷出来吃饭 希望今天华当 可以让我们一些分担的四大人 可以过到一个非常快乐的一天 老人家尤其在中南部很多都是独居 尤其有少部分是弱势的 我想多给他们一些关心跟关注 让他们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开朗 一个人的理念 既然做回来帮助别人 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两战理念 那温暖自己也能照顾到在地独居乡亲 记者 丹英威 欢迎蔡宏报道